这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 川普到底翻盘有望还无望呢 我们来看朱利安你怎么说 川普自己发推特说 会有四个州出现惊人的变化 川普的推特 大家参考就好了 朱利安尼各位我说过 朱利安尼在四年前 2016年他就公开讲 民主党会做票 而且会系统性的做票 做票超过百万张 最早提出做票的人是谁呢 是60年前 1960年跟台湾非常友善的 Arizona中国参议员 叫Barry Goldwater 高华德 他说甘乃迪那次当选 是靠做票当选 他1964年后来 他也选了总统 他输给了Lando Johnson 如果说1960年有做票 1964年假设有做票 当选的都是民主党的 一个是JFK甘乃迪 一个是Lando Johnson 你没有办法去查 可是问题1968年 是Richard Nixon当选的 如果他当选的话 他会不会去查1960年 我怎么被做掉的 没有 2016年 朱利安尼公开讲 民主党向来有做票的传统 他就是根据高华德的回忆录讲的 可是当选的是川普 如果你认为有做票 你为什么不查 而且更重要的 前两天阿冠你看到了 Steve Bannon 这个川普的成绩是他的首席测试 是右派中的右派 几乎就跟3K党一样 他有个Breebarn News 专门煽动走族仇恨的 他宣布要斩首一个要谁 Antoni Fosher 就是那个美国的防疫专家 美版的陈时中要斩首他 另外一个要斩首谁 联邦调查局局长Rai 他说这两个人跑 尤其Rai跑到国会作证的时候 他是川普任命的 他说基本上在美国 不太可能系统性的做票 你可能有算错的 有可能打错的 但是不可能系统性的做票 所以Steve Bannon后来被Facebook 永远不能够再开这个账号 就是因为他公开要求 一个Antoni Fosher 一个就是Rai 其实各位要了解 美国这个国家基本上来讲 川普现在最大的问题出在哪里 你看今天CNN 不是Mark Asper被开除了吗 是 Mark Asper接着讲说 下个被开除的是谁 可能是CIA或者是FDI局长 原因是 大家必须了解 美国基本上是一个情治单位 掌控的 尤其 把关你绝对不相信 电视机前的朋友 好像听到是天方夜谭 1935年有个联邦调局长 叫John Hoover 你知道他做多久吗 他做到死 做37年 横跨了10个总统 10个任期的总统 没人敢动他 为什么 他掌握所有人的黑资料 当时想动他的人叫做 约翰甘乃迪 他请他的弟弟叫罗伯甘乃迪 当司法部长 他的顶头老K 结果约翰甘乃迪呢 当然不到三年 大家都很清楚 被枪杀在达拉斯 被枪杀在达拉斯 但是最糗的是打死他的人叫奥斯伯尔 被抓到之后呢 他说不是他 然后联邦大局要从德州的监狱 送到美国联邦监狱的时候 在联邦大局的面前 他被一个叫做约翰甘乃迪的粉丝 叫一个开POP老板叫Ruby Ruby当着索尔面把那个奥斯伯尔打死 找不到凶手了 那是死无对象吧 Ruby后来怎么死呢 在监狱与心脏病发死掉了 而更妙的是约翰甘乃迪的死因 被封存要高达 全美国最大的封存案 像中美西方条约 20年后就解密了 60年 也就是要等到2023年 你才能知道约翰甘乃迪的死因 每一个都说 包括川普这么大胆的人说 我当选之后 要解除甘乃迪的档案 到最后他也不敢解除 川普一上任 更用推特开除了Mark Asper 他一上任开除了James Comey 一样在推特 James Comey在FBI里面 在加州训练FBI干员 出来之后 人家跟他讲 你被开除掉了 不是发公文 不是发公文 是推特开除 推特开除你 然后最近常常常吸引 攻击川普的要James Clapper 他是美国的 Directum National Intelligence 是国家情报总监的 那个最高指导 他就讲 川普完全不适合 当个美国总统 他对情治人员的羞辱 我刚才讲了John Hoover 你知道后来 他的老弟 萝卜干奶 第一1968年要选举 过了五年之后 最有机会当美国总统的 又被干掉了 而且那个凶手最近又出来了 他说根本不是他杀的 谁干的 不知道 但是一个人可以干掉三个总统 约翰 刚才就被他干掉了 另外我们到水门案 水门案各位知道 是谁杀的 大家都知道 Washington Post的记者叫 Bob Wood 揭露 后来33年之后 联邦逮局的副局长 Mark Field 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申喉咙 那个申喉咙才指出来 他就是那个提供消息的 他有一记鸣言 他跟联邦调查局怎么讲 总统来来去去 FBI和CIA 我们情治单位是永远的 你知道当时川普 为什么尼克森会下台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 Hover 你终于死了 你干了37年终于死了 我要换一个自己的人 结果这个FBI的调查局副局长 Mark Field认为应该轮到我了 他就把当时FBI掌握到 尼克森的资料提供给了 Washington Post 33年之后 Washington Post很够意思 2005年告诉大家 提供我们资料的深喉咙 就是联邦调查局的副局长 所以川普得罪了情治单位 基本上想要翻盘情治单位的势力 我们最清楚在台湾常常讲 美国不是有二次大战后 有个最大规模的白色恐怖 叫麦卡锡主义 Joseph McCarthy 不是麦卡锡在主导 是Hover 一个国会议员凭什么 搞大规模的白色恐怖 但是到现在为止 没有人敢去讲是 真正的幕后者 是联调局局长 就把这个责任 推给了Joseph McCarthy 后来Joseph McCarthy 被美国的联邦参议员 公开谴责 但没有人敢动 真正的幕后老板 就是John Hover 所以我觉得今天 川普要翻牌的机会 我必须要告诉各位 得罪情治单位 你得罪了情治单位 你向我翻盘 可能性几乎没 没得heus 5000米 陪下